在美国不断研制高超音速打击武器的背景下 俄罗斯也针锋相对的加快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展进步 塔斯社近日报道称 俄罗斯空天军副总司令 防空部队司令维克托古免内中将在莫斯科回升 电台广播节目中表示 S-500反导系统将于近期列装俄罗斯空天军 S-500普罗米修斯是在S-400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机动式多通道防空与末段高层反导 低轨道防天一体化远程超远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据了解 金刚石安泰公司于2010年开始了对S-500的研制工作 2014年该导弹系统首次试射成功 俄罗斯有关媒体预测 S-500地空导弹将显著优于美国的萨格系统 不仅能抗击各类飞机 还能拦截战役战术弹道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 低轨道卫星 以及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的高超声速飞行器 S-500防空导弹系统 还包括性能卓越的的X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 探测距离可达850公里 拦截距离为600公里 对引擎目标有良好的探测和打击能力 军事专家杜文龙表示 俄罗斯目前反导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S-500把反导当成了自己的主业 它对各种半导导弹 巡航导弹有非常强大的预警能力 拦截能力和非常强的毁伤效果 从防空反导这四个字的排序上 S-400是防空反导 S-500叫反导防空 这个综合能力有了重大的进展 如果用俄罗斯之外的武器装备去对比 萨格系统应该和它在性能上大致接近 这几乎就是俄罗斯版的萨格 而且比萨格个头要大一点 称其为大号萨格 特号萨格也不为过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这种武器装备系统显著提高了俄罗斯 在防空反导方面的能力 同时它对低轨卫星还有杀伤能力 俄罗斯空天军副总司令 古勉内说过 俄罗斯的空天防御应当是积极的 激动的 要带有进攻性质 这个进攻性很有可能是指拦截对方的低轨卫星 如果敌方的航空器在相关战区上空运行 来侦查俄罗斯的空天部队乃至地面的作战行动 俄罗斯可以第一时间捧瞎对方卫星的眼睛 那么这一点应该是进攻性的核心体现 S-500的综合能力跟以前的S-400相比 无论是射程 拦截目标的状态 也有了重大的跃升 同时 杜文龙也指出 从目前看 S-500并非全能 对于非隐身目标 它的能力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物理极限 但拦截隐身目标是S-500的短板 由于S-500的X波段雷达 包括陆基的雷达 不具备发泄隐身目标的能力 像美国的F-35战机 F-22战机 包括美国正在做的超远程反舰导弹 都有一些远程的隐身效果 目前S-500还是无法防范这些隐身目标 如果把这一点补上 S-500普罗米修斯才算完美 军事专家陈坚认为 S-500的X波段雷达的探测距离 可能在1000公里左右 那么这对它有效的拦截距离 比如说400到500公里的拦截距离 这个探测距离是足够了 S-500的来袭目标 主要是以弹道导弹这种高弹道 高空目标为主 它的目标清晰性等方面性能 应该说不亚于美国的X波段雷达 尽管美国的X波段雷达 可能探测距离会更远一些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S-500目前所承担的 区域性弹道导弹防御任务 这个距离已经足够了 一旦S-500正式入役 很可能会部署在亚太方向 目前亚太地区的弹道导弹 非常活跃 尤其像朝鲜半岛 前一阵就连韩国都试射了弹道导弹 那么这块区域已经成了 不亚于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热点 亚太地区很可能是S-500部署的首选 看看新闻news记者 蔡亮实习编辑 祝文豪